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新京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都越来越高 这点在我们日常饮食上能最直观地展现出来 餐桌上无论是当季食物还是反季食物 只要人们想吃,都能便捷地购买到 但在我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为血管健康买下了隐患 容易损伤血管健康的食物,你知道多少? 提醒,这三物趁早忌口 一,高热量食物,像奶茶、油炸食品、红烧肉等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 其实都属于高脂肪、高糖分、高热量的食物 经常吃这类食物会使血液逐渐变得浓稠 血液流通速度减慢,同时血管内脂质物质增多 会加大血管堵塞的风险 而血管堵塞则可能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等容易危机到 人们生命健康的疾病 二,过于刺激的食物 夏季人们食欲明显降低 因此更偏爱生冷刺激性的食物来刺激味蕾 增强食欲 像冰镇啤酒、麻辣小龙虾、烧烤等食物 经常使用都会给身体以及血管造成不小的负担 三,动物内脏 这类食物胆固醇含量很高 大量食用会升高血脂影响血管健康 想要从饮食方面养护血管 除了少吃以上三类食物 还要做出以下两方面的调整 一,多吃新鲜蔬果和豆制品 蔬菜水果中富含甚至纤维 能增强消化能力 促进肌体清晨代谢 还有助于清除血管中的垃圾毒醋 豆制品能帮助肠道中有抑菌繁殖 促进排便 帮助身体排毒 二,多喝水 在我国,多喝水仿佛包治百病 无论哪里有问题 总会被建议多喝水 事实上,适量多喝水对我们健康确实大有益处 它能加快新鲜代谢促进体内垃圾 随小便排出 对血管健康来说 多喝水可以吸食血液 改善血液循环 此外,中医还推荐将清浅柳叶 牛蒡根 沙吉 山楂 橘明子 桑叶 菊花 荷叶 槐花 玉米须 葛根等食材 按比例制成茶包 开始冲泡一至两袋 在补充水分的同时 还能保护血管通透性 还有一定的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的作用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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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